快九点了,有人陆续下班 寄星这才收拾东西离开 经过领导办公室,平时走很晚的上司今天却早走了 得,多留一个小时也没被领导看见,白忙活了 算了,全档错开地铁晚高峰 出了写字楼,CBT高楼林立,灯火璀璨,像一栋栋精致的珠宝盒子 夜里温度更低了,寄星戴上羽绒服帽子,匆匆走进地铁站 这一站是繁华商业区,晚上九点多,来往的人也不少 但今天很奇怪,等了很久也不见地铁来,站台上加班回家的下班族们面面相去 直到广播说由于运营故障,地铁停运 议论生顿起,搞什么,有病啊 人群里不知谁说,附近一站没有屏蔽门的老换乘线路上有人跳轨自杀 议论声更大,服了,两条不同的线路,跟这边有什么关系 凭什么停运 不少人抱怨着打车回家又要增加一笔开销 自杀不能选家里吗,干嘛出来妨碍交通秩序 季兴则在第一时间点开打车软件 迟了 这一地区叫车高峰,加价三倍,还得排队 他迅速换方案,飞快穿过怨声载道的人群,往地铁站外跑,寻找附近的共享单车 很不幸,好不容易找见最后一辆,也不及一个男的腿力好,被抢走 四站地,气温零下,走回去能把他活活冻死 季兴重回地铁站里避风 几个同样排队等车的人义愤填膺,控诉着跳轨死掉的那个人,听说死者是个年轻女性 季兴起初听了几耳朵,后来便没兴致了 迟迟打步倒车,他都想自杀了 看手机,他排在第49位 他不免心情有些差了,就在这时,师姐莉莉发来一条语音,要经过你公司楼下了,还在加班 季兴抓住救命稻草,地铁停了 把我带回去 莉莉的车是一辆红色的大众Polo,经济实惠,代步正好 他是季兴本科同专业的师姐,没读研,毕业后进了家科技公司 他闲做技术前少周期长,赚了市场和销售 他人长得漂亮,形象出众,又聪明伶俐,比季兴多工作四年,如今已混到公司销售主管的位置 他住寄星隔壁,却是自己买的房,老婆小,首富用光了父母的积蓄,欠上亲戚一堆债,还跃跃还房贷 房子至今没好好重新装修过 但买房是莉莉做的众多明智决定之一 因为他是2015年上半年买的,那是普通人有能力买房的最后一段时光 之后房价就跟脱缰的野马一样再也收不住了 而那时寄星还在读研究生 都说知识就是力量,他空有一身力量给人打工了 时机才是金钱呢 小区很旧,车位少 这时候里头肯定满了,莉莉把车停在路边 深夜,道路两旁的矮旧房子里,还有几家小店亮着光 为夜里晚归的人们提供食物 桂林米粉,黄焖鸡米饭,成都串串香,沙县小吃 两人钻进一家简易串串店里 店面大概七八平米,只有一张长方形的灶台 台上一长条狭窄的平底铁锅,装满汤底 各种肉蔬菜类串成一串串在里头住着 已有两个小姑娘坐在灶台前吃串串 寄星和莉莉进去,坐在剩下的两张凳子上 老板拿出两个套着透明小塑料袋的铁盘,舀上两勺麻酱,加上辣椒油,递给两人 寄星从锅里挑了几串海带,鱼豆腐,蘑芋丝,木耳,白萝卜,又对老板说,帮我煮份宽粉和原生菜 莉莉道,给我煮个方便面和油麦菜 哎! 寄星拿鱼豆腐蘸蘸麻酱和辣椒,塞进嘴里,咕嚓一句,今天地铁里有人跳鬼死掉了 莉莉吻了一声,似有叹息,又似乎没有,说,我周天又要出差 哦!去哪儿?深圳 嗯!莉莉出差是尝试,见怪不怪 身旁的另外两个小姑娘也在轻声讲话 一个说,要是下个月再找不到工作,我就要回老家了 另一个说,会找到的了 前一个只是淡淡地笑笑 后一个又轻轻地说,我这个月也好惨,总犯错,扣了很多钱,到手只有1800 都不知道下个月要怎么过 又要找爸妈要钱了 要是还在读书就好了 是啊,一点都不想毕业和工作 季星看了他们一眼,两张年轻的脸上没有太多的忧愁和遗憾,只是平静 目光又落到莉莉脸上,现在的她还戴着工作时的精致妆容,但因刚吃过东西,没法及时补口红,嘴唇上有些斑驳 一片片鲜红的口红碎片下是黯淡的唇色 莉莉已经吃完,正低头刷着社交软件,一张张男子照片从屏幕上划过 难能入她法眼 她是个独立自信又潇洒自如的女人,各方面要求都高,哪怕约炮也不讲究 她盯着手机屏幕,浓浓的睫毛偶尔眨一眨,戴妆久了,下眼瞼都沾了些睫毛膏,像黑眼圈 季星放下筷子,说,我吃完了 莉莉收起手机,老板结账吧 分开还是一起 分开 两人进小区,上楼,在家门口告了别,各自回屋 季星一开门就听见图小萌房间里做直播录视频的声音 现在呢,我就很快地用这个眉笔图一下眉毛 这支笔上色能力特别强,所以一定要轻轻,嗯,轻轻地图 不然很容易变成蜡笔小心 然后呢,用眉毛刷多刷两下,这样子就很自然了 不到五平米的狭小客厅堆了一堆快递,季星两三步走回自己房间关上门,还听见图小萌轻叫,我真的没整容,天生就长这种肩下巴我有什么办法呀 说实话,季星也关注图小萌的微博,但他手残,只会铺个气淀粉饼图图口红 什么遮瑕高光修容阴影,一概不会 好在他也注重穿衣搭配,有空还去上一节插花之类的体验小课成什么的,勉强算个精致girl 但今天他兴致不高,关门把图小萌的声音挡在了外头 他羽绒服都没脱,在地毯上正松地做了一会儿 一晃就十二月底了 回想过去的这一年,好像每天都那么过着,一天天机械地重复,没有思考,也没有很享受的感觉 他垂头半刻,又抬起头 好像也不对 工作上,第二小白的研究已尽尾声,这是一日一日的工作换来的 生活里,和恋人和朋友的关系也在一天一天中更亲密 季兴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感觉自己终于又活过来了 他赶紧脱下羽绒服,打算给邵逸臣发消息 与此同时,手机响起来,是邵逸臣发来的视频聊天 他喜出望外,一下子扑到床上趴着,太巧了 我刚想给你发视频呢 接通视频的一瞬,他赶紧抓了抓头发 邵逸臣也刚进家门,摘了帽子,头发张牙舞爪像只小狮子,卧槽,外头真他妈冷 看见他的一瞬,这一天心头的所有褶皱被奇迹般抚平 他心里软软的,吃晚饭了没有 吃了 今天是不是很累呀 视频那头,邵逸臣走进自己房间,刚解下大衣和围巾 冲着屏幕认真看了足足两秒,舒尔一笑,现在不累了 季兴心跳怦怦,一下把脸埋进被子里,扑痴笑起来 再抬头看,屏幕上年轻男孩的面容有一丝疲倦,眼睛却分外明亮清澈,像冬天蓝天下的清风一样 他脱腮,歪头,略撒娇,邵先生,我有一个问题 你的眼睛怎么那么好看呀 片刻前还在撩人的邵逸臣反被撩,听着这话,愣了愣,竟有些不好意思的别过头去,摸着鼻子终究没忍住,嘴角弯起一丝开心的弧度 他忍不住咯咯笑出声来 两人闹腾一会儿,各自洗漱,到了晚安后睡去 寄星睡前又想起那个跳鬼的人 他独自躺在昏暗中,床头一盏台灯亮着 每个人都是孤单的 不同之处在于,虽然孤单,却总能从生活中的人与世上得到温暖 他看看少一晨发来的晚安,关了台灯 第二天,又是新的一天 星期五,醉角人神清气爽的一天 寄星难得没有赖床,因而有时间在家里冲了牛奶麦片 吃早餐的时候,他琢磨着等过段时间发年中讲了买个烤面包机和榨汁机 以后自制完美营养早餐 要好好吃饭,注意养生了呢 他每每想了一会儿,又觉得以他的尿性,很可能三分钟热度 机器买回来用个两三次就去装灰尘 低头一看,这部,双十一买的养生壶才煮了一次红枣银耳羹就塞桌底下了 难怪攒不住钱,回回月光 烤面包机 N 炸汁机 N 坚决不买 寄星冲了晚,出门 周五本身就值得庆祝 他背上了少艺陈送的LV包 天气依然不错,蓝天白云,阳光灿烂 没有风 北京只要不起风,冬天还是蛮好过的 寄星不想背着心爱的包包挤地铁 岁在小区外扫了辆共享单车,骑行去公司 红灯挡住去路,早高峰的车流滚滚而过 他忽然饶有兴致地四周看,观察身边的人 有不少骑单车电动车的上班族,还有送外卖的快递小哥 和挤地铁的人一样,等着过马路的人也都面无表情 脸颊在冷风中不生动也不温暖 寄星想,自己的表情应该和他们一样无动于衷 但他心里暖和得很,心情也很愉悦 他想,这些人回到家,在自己的亲人朋友面前,应该也有可爱的一面 绿灯亮了 汽车,自行车,电动车同时启动,涌过路口 寄星刚要踩动单车,携前方的男子一边骑车一边打电话聊天 他单手扶着车头,忽然一扭,车身猛地朝寄星歪过来 他围躲避,条件反射地往左转 这一转,携后方骑电动车的外卖小哥未免和他撞上,也猛地一转 不想刚好一辆车经过,呲得一声 电动车撞上了汽车,画出一道口子 这一下,三人全傻了 寄星看见车上的Purchase标志,脸色大变 外卖小哥没认出是保时捷,但也因刮花了车下的表情全猛 而始作俑者,打电话的白领男飞速收了手机,猛踩踏板,一瞬间就淹没在人潮中不见了踪影 绿灯只剩最后三秒,寄星坐在自行车上,天人交战,只需踩一脚踏板,他就能全身而退 天,踏势流势走 作者有话要说,按套路发展,应该是 霸道总裁,赔钱 什么 赔不起 肉肠 于是 外卖小哥娇羞地捂住了菊花